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我们来接着来台海这边的情况 那么现在呢 在禁掉台湾的石斑鱼以后 中共这边宣布 由于在台湾的其他的冷冻产品上 比如说活带鱼 冷冻鱼上面检测出来了 美国德宝套餐的相应的残留 那么现在宣布又禁止这些产品输入到大陆 大概是一个礼拜 那么我看台湾方面又开始叫了 又开始呱呱叫 哇哇叫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同样的我们还说 刚才呢 我已经介绍了 这个美国军中在开展政治大清洗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 我其实那一集里面我忘了讲了 我仔细去查了一下这个资料 确实这些战舰 全都是部署在中国周边的 以及这些部队 这些人员 都是所谓的对华鹰派人物 那么这个就让我不得不想起来一件事情 等会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水产品被停止出口 立委呼防中共任之作战 也呼吁中国大陆误当唐山恶霸 那么台湾立委郑运鹏今天事务日表示 中共禁止台湾失败于后 再以验出发源自中国武汉的 所谓的中共病毒为由 你看 说话就是跟神经病 停止台湾水产品出口 这是中共在台湾大选前的典型手段 呼吁国人提防任之战 中共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天天说 应从台湾输入的冰仙级冷冻水产品 外包装样本检出 新冠核酸阳性 以中共海关总署公告 2022年第103号规定 海关从6月10日起暂停 接受相关企业产品进口申报一周 对此 中华民国农委会表示 目前科学研究并未发现 有病毒透过水产品传染人的实验或研究 中共近年来不断针对不同国家 以美国德国套餐为由 影响国际贸易 农委会透过两岸相关平台 具体要求中方提供科学证据 郑运鹏在脸书发文表示 中共在上周恶意禁止台湾 实斑于之后 现在一波猪二不休 又以验出源自中国武汉的武汉病毒为由 全面停止台湾水产品进口一周 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中共国 在台湾大选前的以伤浓逼阵的手段 他说中共这样的理由显然荒谬 他说台湾总是有政党和特定人士会买单 请大家这几天再收来 泰连书是多地方这种政治任职战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 我说过这是不是进入一个胡言乱语的一个状况了 什么叫胡言乱语的一个状况 你又天天说 这个源自美国的这个毒 对吧 说是武汉肺炎 中共病毒 对吧 然后呢 你的外包装上面又被检测出来 你所认为的中共病毒 来输入大陆 要来挣这份钱 但是呢 你又 对本身这个包装袋里面这个产品 又是质量不过关 不合格的 全都是赤品 那么这个外包装袋上呢 又有你所谓的中共病毒 那么你就这样的情况 还要求中国大陆去买单 那么你觉得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说过 这个就是台独人的男赖女见 然后我又看到什么 苏东昌站在那地方鬼叫了 对吧 台湾又有些人在那边说 中共不要当唐三恶霸 苏东昌又在那边说什么 哎呀 这个中共宣布台海为内海是不对的 这个估计是水域 一会儿说 我们要和平 要对话 一会儿又在那边辱骂 这就是典型他们这种精神错乱的一种状态 为什么 一会儿你会听到他们在那边讲 不要霸凌我们 不要霸凌我们 这个怎么能这样欺负我们 欺负台湾人 对不对 对吧 你们怎么以大欺小 一会儿他又会说 我们正告北京当局 不要小看台湾人的防卫决心 我们有很多自从道合的民主伙伴 朋友 我们站在那 反温泉的第一线 如果说 世界 不让中共打台湾 那就是对的 打到台湾了 全世界的贸易影响会比俄乌冲突还要厉害 然后他就是 就是我说的精神分裂症 所以他们属于反复无常的性格 大家知道吧 就是你跟很多台湾人打了交道 他就这种性格 你给他好脸色看 他就骑在你脖子上面 拉屎拉尿 你给他甩脸子 他又跟你来 大哥车子咽 大哥 怎么样 哎呀 怎么样 翻脸比翻书还快 所以我说过 对付他们 他们不是要学日本人吗 对吧 对付日本人 就是不要给好脸色看 就是拳头 这个膝盖 肘子 就这些东西去应对他们 那么对于这个台人呢 尤其是这些台独人呢 对待他们 他们不是要学他们的精神 日本精神 日本精神是怎么样练成的 那么你对他们也是用这个态度 不要给他们那个好脸色看 我跟各位讲 不要给他们那个好脸色看 就是给他们脸子看 摔脸子给他们 因为他们不觉得 你一旦给他们好脸色看 他马上就得吞进尺 那马上就不得了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们就是要以这样的理由 当然了 他现在那个疫情肆虐 在绝对这个上面的产品 都是不合格的 而且我说过 检疫 输入大陆产品 蔡英文下令 是不得检疫的 所有的农产品 不会去检疫的 海产品 这些水产品 都不检疫的 就是说 装好包装好 往大陆打包好了 请给我们 他要来问你要钱 赚钱 他还对你这么傲慢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对不对 现在已经不是会台政策了 好吧 所以这些人你说多不要脸 对吧 一般要 站在中国大陆的钞票 那么站在中国大陆的钞票 他还不保证质量 然后他们就会说一句 把他又做这个操弄 我们看 大陆猪都吃我们这个东西 都是这个赤品 好在我们给自己吃 对吧 那现在不买你的心吗 现在不认可你的心吗 然后就开始鬼叫 开始挖叫 最后呢 民进党做做秀 开开现场办公会 到现场去 哎呀我挺你们呀 宰你们呀 说两句好话 哦 然后又叫什么 台湾人啊 台湾人自己去买这个石瓣鱼丝啊 对吧 然后这个部队里面 又要给部队了 部队原来呢 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进了台湾的这个凤梨啊 对吧 进了这个凤梨以后呢 台湾的军队 一日三餐 全都是吃菠萝相关的 现在呢 感觉这个台湾已经 这个军队已经 很多都得了这个糖尿病了 都没办法 本来就没办法打仗 本来就很垃圾 很烂 现在吃成这个糖尿病了 怎么去打仗啊 对不对 打发打发 打打仗 要扛的那种 卡车拉的那种 两轮的 像那个装水泥的 那个搅拌车 要那个两轮 大炮 独门大炮 一边打仗 说 报告军官 稍微等一下 我要去打一只胰岛素 好像有一点 这个血压 这个糖分有点高 打个胰岛素 等会我过来再来开炮 把中共给灭了 把共军给打死了 对不对 它是这样一种状态 那现在呢 对吧 我们都知道 台湾军队吃的是什么东西 又是 蔡英文搞过来的这个萊猪 萊猪给军队吃 军队吃萊猪 吃他妈瘦肉精中毒 吃了这个 就去用社图日记 他说 这个萊猪没吃 跟抽烟一样的 这个东西没关系 毒不死人 可以吃 那么台军就什么 全部都吃猪扒 今天就吃猪扒 猪扒加凤梨 那么现在什么 有新冠的鱼 也要一起吃了 煎一煎 干煎带鱼 弄点这个鱼 什么石斑鱼 每天就是石斑鱼 萊猪 和食 然后再搞点凤梨 黑心 这个心是黑色的心 黑心凤梨 吃这些东西 反正政府也养你们 那你们去消化掉吧 反正小伙子今天 搞点训练 这个东西消化消化 那就是给他们取来 所以我说过 现在中国大陆就是对的 阿克法就是要持续 持续的原因是什么 持续的原因 是让它形成依赖 那么我这边 断大一个东西 它就诡教了 再来一个东西 它就诡教了 别台湾大选不大选了 不可能再大选了 好吧 别在那个地方 即使有大选 也可能是最后一届了 反正就这一两年 两三年里面的事情了 所以我说 台湾人 这就是台湾人 又要依靠大陆 又要天天跟大陆 牛逼哄哄的 牛逼要死 我已经说过了 大陆现在呢 你们天天唱穿 中国大陆经济 对吧 大陆呢 确实现在 这个经济增速 有时候放缓 是放缓了 放缓了 不好意思了 那就是宣布 台海为内海了 给美国设置门槛了 对吧 然后呢 在这个 签署非战争军事行动 那这个东西 一道道手段 上一道道手续 都在完成 003已经驻水下海了 对吧 驻水下海了 对不对 马上要海市了 当然新生战力 要一两年时间 这要够了嘛 这时候航空母舰 下水 那不就可以了吗 那么你们说 只往美军来帮 我看恐怕 好像有点不太现实 为什么 今天我不是 给大家介绍过了吗 这个美军军中 大清洗 现在士气很低落 形成不了战力 既在 这个美国白左 对这些传统白右 进行这个清洗 还有一件事情 我关注了拜登 最近一周开掉的五名 这个舰长也好 电子对抗部队的 指挥官也好 这些人 照我看来 他们过去的一些言论 包括一些蛛丝马迹 人发现出来 这些军舰和部队的 头头脑脑 都是长期跟中共 中国来战备的 这些部队 那么 说到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 为什么要清洗 美军他的军中 政治清洗 大家要知道 全世界的部队 都有 勾心斗角的 这个事情 当然也有一些 政界人士 对军中进行清洗 那美国当然是会有 那么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要清洗 在我看来 就是防插枪走火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 他是对华强硬分子 或者是鹰派 那么这些人 在驾驶的这些兵舰 那么非常有可能 头脑一热 违抗命令 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照一线操作 你不可能 你拜登天天在白宫里面 去指挥这些一线的这些部队 对吧 你美国参谋党联系会议主席 马克培利 也肯定下令美军 不要跟中国怎么怎么样 避免发生武装冲突 对吧 我们也看到 这次中国的防长 跟美国防长 在相关联大会议上面 谈的也是这个东西 包括杨洁篪跟沙利文 在政治层面 谈的也是这个东西 那就是美军 他不想发生武装冲突了 那不想发生武装冲突 老兵已经说过了 那他们也意识到 中国是现在在找你事 找你查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宣布台海为内涵 那不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讲 你不就是在找我查吗 对吧 你现在又公开指责说 我在纵容和支持台独 那这是什么意思 再来就要知道 这些新闻它都是连关性的 这些新闻出来以后 马上美军 这里宣布美国海军大停飞 你要知道美国海军大停飞 跟魏凤河说这些话 是有关系的 当然他自身里有问题 我已经分析过了 那么什么意思 那就是这边就开始要上防守球员了 上后卫了 他不是上前锋了 前锋跟前锋可能干起来 那就上后卫 开始上后卫了 那么前面这些军众一看 这些人过去好像在部队经常发表 可能要请战 大家都知道吧 中国解放军内部也有写请战术的 你看东战这边很多的官兵都很积极 向中央军委写那个请战书啊 那美国内部也有写请战书的 台湾的空军不是也要求 也写请战书吗 要求把中共战绩给击落 为什么是他们闹我们 不是我们闹他们 他不是讲了这个话吗 对吧 那美军也有请战 美军他也要说 这个中共他妈的这几个破军舰 对吧 我们看到他们航空母舰 辽宁豪这啥破玩意儿 对吧 这个辽宁豪这么破 对吧 美军他之前 对吧 有这个 这个马恩导号导弹驱逐舰 他的这个中校舰长 都是翘着二郎腿拍了个照片 很瞧不起中国的兵舰嘛 那他们当然也会想了 那么你台湾空军有这种想法 说对方都是破飞机 我们都是美国的新军F16战机 靖国号都比他中国歼20牛逼 对吧 我们应该击落他们 那美军他也会说 妈这么破的船 我们应该把他给打了 好 你写请战书 或者你有这样的言论 或者平时你就表现出这样的行为 再加上你 对吧 这种人可能是条真汉子 我们从 从中立的角度上去看 他是个真汉子 对吧 他认为中国不牛逼 我还请战 那真汉子 真男人 那不好意思 就是白左打击的对象 因为你是真男人 因为白左大家都知道 海军这个什么部长 这里涂那个小口风 扎一个马尾片 脸上涂了那个粉 从男的变成女的 对吧 那你是打击的对象 那么同样的 把这些刺头 可能是跟中共发生 大规模武装充数的不稳定因素 给大家撤掉 就代表什么意思 美国不想跟中国打 他的任何的这种因素都不能够有 跟中国的这种敌对的这种人 全部要给他拿下 所以你会看到 这次五个人 全都是这边的 你没有看到他拿欧洲战区 中东的中央战区 没有 中央战区也有海军 欧洲司令部也有海军 非洲司令部也有海军 南方司令部也有海军 本土的也有 为什么就拿这个印太这个地方的开刀 大家懂这个意思了吧 北京电视机里面 我给大家展示的 秘密忙着核导弹 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 由中国火箭军来 全权负责跟中美关系 明白吧 说到这里 我跟各位以前不是跟我讲过吗 原来的美国有个日裔的 太平洋舰队司令 叫哈里斯 还是叫哈里森 反正都差不多叫这个名字 那么当时2016年南海仲裁的时候 他们不是 奥巴马就说 去履行这个 执行这个南海仲裁 国际决议 那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 跟参联会主席 尤其是参谋长那些会议主席 大家都知道 参联会是不想跟中国打的 马克米利去年就跟中国 打过两次电话 说这个川普要搞军事行动 你们赶紧 政治上外交上赶紧给他施压 对吧 那么参联会当时不想打 因为他们不想担 因为他们已经人生走到这个地步了 好不容易说句实话 当上这个参联会的副参谋长 总参谋长 副总参谋长 对吧 人家是要的是稳定 要的是 人家当这个官是来看文件的 不是来指挥打仗的 看文件来捞钱的 来领他的这个名杖里的工资的另外一份暗地里的收入 来推动说 今年要什么武器 要什么武器 美国政府要出钱 国会要领钱 他们是干这个事实的 你让他们去 如果这边跟中国打输了 他们皮全都扒了 全都扒了 那得不偿失的 所以美国军方参联会这些军令系统的高层都不愿意打 这司令那司令都不愿意打 大家要知道 以前没有印太司令部的 只有就是说太平洋舰队 后来才有个印太司令部 为什么 就是约束你太平洋 就是夺你太平洋舰队 这个美国第七舰队的权 以前这边只有第七舰队 对吧 要么就驻日本司令官 什么的 对吧 他没有什么印太司令部 现在就是什么 就是看着你的 懂吧 那这个哈里森他要打 他命令 他是当时是下 这个日本人他是下达了这个命令的 他下达了这个命令 给一线的这些部队 就是像这一次被开掉的这些人 他不是这些舰长吗 你战区命令要下达到这个作战单位去的 那下面那些开军舰的 开战机的 也不拒不执行命令 说他妈你不是叫我去送死吗 我他妈在这地方 2016年中国已经有这个 中国已经有这个反舰导弹了 对吧 你让我冲到前面去 我怎么被中共击沉了呢 中国这些超音速导弹 那不是开玩笑的 好了 他也不执行命令 然后上下加攻这个哈里森 还是哈里森 我大家在我去查查 就这个日益美国人 把他加攻他 好了 在军方被调掉须子 然后呢 被清洗掉了 就这样的 奥巴马说 你们我们执行这个命令 军队你们去指示 那奥巴马他也在踢皮球 所以他们自己当时的回忆录 他们这些军官他们也说 谁会愿意冒着跟第二大GDP的国家 去打这种仗 对吧 是不是 所以说他们达成了共识 在用物理的方式 在军事成本上去消灭中国 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会发现 就发明出来这个什么生物武器 明白吧 这就是他们的心态 所以说台湾去判 判 我说了 现在美国要清洗的就是什么 我的高层跟我的中间层 现在意思很明确 不跟中国打仗 现在就是 可能你这个一线部队 有这帮比较 你们想要打 对吧 可能你们到时候就犯傻 傻逼事了 赶紧把你们给干掉 大家统一战线 就是我们跟中国 只耀武扬威 但不能打仗 是这个意思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来 喜欢点赞订阅 谢谢 谢谢